最近很多人都羊了 很多人都开始觉得 这个东西好像不是那么严重 没那么可怕 确实我们家基本上都得了 在北京除了我太太我们都得了 在美国现在除了我父母 我弟弟妹妹他们全家都得过 都不算特别严重 我可能是算最严重的 差不多一个星期觉得比较难受 当然现在好了 所以做普通感冒或者说流感的类比 也不为过 尤其如果是比较年轻 身体健壮 就出现重症的概率比较低 其实一直是这样的 但我还是希望大家不要掉以轻心 因为尤其是年纪比较大的 有基础疾病 基础疾病我可以讲underlying conditions 那还是有风险的 也不是说得了一定怎么样 但还是有风险的 其实一直也是这样的 所以如果是年纪比较大的 尤其是或者是有这种身体的基础疾病 还是继续注意防护 还是要没打疫苗的就赶紧去打疫苗 因为疫苗可以get vaccinated 可以有效的降低出现症状的概率 所以大家继续保证 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升起健康的 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升起健康的